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現在市面上的投影機 可說是百家其棒 不管是各種尺寸 各種場景運用 都有不少優質的產品 那像我們之前為大家開箱過 由國內廠商OVO 所自行研發的 OVO無礦電視 K1 就相當的受到專業人士所喜愛 譬如說像一些 常常做商務簡報的 需要投放到大尺寸畫面的 然而對於一般民眾來講 他可能就是去露營 或者是說在房間裡面 想要追劇、打電動 像K1那種機器人 老實講實在是有點大台 所以如果說有一台體積更小巧 然後外型一樣簡約好看的 一個隨身投影計畫 不知道該有多好 那現在OVO也針對輕度使用者 推出了一款新機 OVO U智慧投影機 他超可愛的外型 就像一台K1直接縮小的版本 但是功能依然10分的強大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開箱 好開箱 好最上面呢就是我們的 OVO U5 先把它出來放旁邊 然後底下還有什麼東西呢 這就是說明書 那裡面有一個送的一個會員 等一下我們再看 那下面這裡 這是一個變壓器 那個本身也有內建電池 那底下這也是遙控器 那這個是旁邊它的一個掛帶 這兩顆 這是遙控器的電池 好所有配件都在這裡 好現在我們先從本體開始看齊 OVO U5智慧投影機 它的本體相當的小巧 它的亮度呢高達1200LED流敏 在日常觀看的時候亮度也十分足夠 燈泡時間呢長達3萬個小時 如果你每天看4個小時來計算的話 你可以看20年 同時呢它也搭載一個 超靜音的高效散熱系統 在運轉的時候呢 噪音非常的小 那另外 OVO U5它的螢幕投影尺寸呢 最小20吋 那最大呢可以到150吋 依照你放置的位置不同 它可以投放的大小不一樣 對於大部分的用戶來說 應該都相當的夠用 此外呢 OVO U5它也具備了自動對焦 跟提起修正感應的一個功能 不過它的自動校正是上下自動調正 左右呢則需要手動來校正 錘子呢是正負40度 水平呢也是正負40度 那OVO U5呢 它搭配一組皮革材質的提把 方便用戶人攜帶出門 再加上說它的機身呢 僅有722公克 所以不管是大人小孩 帶著它或放在包包裡面都相當的輕鬆 最重要的是呢 它也內建電子 所以你可以走到哪看到哪 官方號稱最常可以到2.5個小時 如果沒電的話 搭配它的專用線 也可以外接行動電源來直接使用 大家這樣看的話可能沒辦法理解 OVO U5究竟體積變得多小巧 我們就直接拿它的老大哥 K1來做比較啊 有沒有看到 K1就是這麼大台 而且它沒有內建電池 所以可以看到體積就是差這麼的多 但是呢K1它當然它的優點 就是它的亮度又更大了 它在更亮的地方 它頭也是更清楚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一下它機身後方的一些連接附的配置 由左至右呢 分配為電源接口 HDMI連接附 又一個USB連接附 3.5mm的外接音源等等 那在內建揚聲器部分呢 它搭載一對雙聲道的揚聲器 功率為3瓦 雖然瓦數不高 但是聽起來聲音表現還不錯 如果對音效的要求更高的話 它也可以外接藍牙無線喇叭 或直接用3.5mm外接音響也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機身底部 除了4個邊角都一個矽焦的繁華電 中間呢配著一個標準的雲苔孔 你可以鎖上一般的小腳架 或者是腳架 來方便你投影 OVO15要開機也相當的簡單 除了可以透過遙控器進行控制以外 也可以直接按下機身頂部的一個電源鍵 按下去就直接開啟 那這次的OVO團隊針對使用者的回饋 也調整了遙控器的一些按鈕配置 將使用者最常操作的功能表 HDMI、藍牙、節能模式切換等等 設置在遙控器的頂部 下面還有自動對焦、手動對焦、T型糾正 這類常用功能 也獨立設置為快捷鍵 方便你使用 另外如果你家中有小朋友 你怕他長時間一直看 忘記休息的話 OVO他也設置一個一鍵定時開關的快捷鍵 在遙控器的底部 你設置完之後時間到 他就自動休息 不會讓小朋友看太久 他可以依照30分、60分、90分、120分 來設定定時關機的時間 避免小朋友一直看一直看忘記休息 那除了一鍵定時關閉以外 對比傳統的電視 OVOE5 他也透過一個叫 OVO TVOS 基於Android 9.0的作業系統 他將第四台 OTT影音平台做全面性的整合 內建了非常多的影音串流服務 像Friday影音、YouTube、Netflix、 愛奇藝、NineTV、KKTV、MyVideo等等 全部都已經內建在裡面 OVO跟市場上的其他競品 最大的差異其實就是在於 他內建了合法的第四台頻道 所以你只要參加OVO的會員 就跟傳統的第四台使用體驗一致 而且花的錢還比第四台少 看的內容還比第四台多 只要連上網路任何地方 都可以欣賞第四台節目 他也支援語音搜尋功能 只要常按遙控器上面 語音搜尋的按鍵 想看什麼片 動口說就可以了 在軟體部分 OVOE5 內建了Google Play的軟體商店 所以你可以自行下載應用軟體 像巴哈姆特、動漫風等等 或者是搭配小音四集 當倍四集等等 這種第三方的應用四集來使用 就會非常非常的好用 當然他也支援無線通雲功能 iOS你可以下載指定的一個無線通雲APP 就可以直接連結 Android 它可以直接用Miracase 直接連結通雲 那在外接部分 除了你可以使用HDMI的連接附 去連接筆電來做通雲 你也可以直接連PS5連Switch來玩電動 你現在預購 他會再送你一條HDMI 轉Type-C的轉接線 你就可以連接像iPad Pro 或者是支援的一個Android手機 去做一個通雲的動作 那總結一下呢 這次開箱這個OVO U5 體積非常的小巧 而且內建電池 方便攜帶 如果說怕沒電的話 這些行動電還能繼續用 實在是相當相當的方便 具備OVO K1一樣的娛樂功能 但是體積更加的小巧 也更加的方便 而且還內建合法的第四台頻道 讓你在外錄影呢 也能繼續欣賞第四台節目 而且還可以外接USB隨身碟 來投放影片 如果你是一個經常在外面錄影 或是跟家人一起看影片 或玩電動的朋友的話 OVO U5相當適合你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張開箱呢 記得要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